你这个事吧 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 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 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 其实我在找你之前 我已经找过他了 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 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 不可能 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 如果他拒绝你 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 是这样的 任小年呢 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 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 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 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 那为什么呀 因为利益冲突啊 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 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 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 期间或者合同终止一年之内 在诉讼或者仲裁案间 为法律顾问的单位 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 可惜 我一句都没听懂 你说慢一点 我真的听不懂 我是不是简单一点好吗 嗯 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 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 但是在一年之内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 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 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 可是现在马上满一年了 马上满一年 他也没满一年呀 对吗 差一天都不行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太为难的话 你接上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 只要是你信得过的 我求求你了 爱惜 我求求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签接个电话啊 喂 战艺姐 戴希啊 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 他们告了我 他们真的告了我 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您 您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 您等我啊 好 拜拜 这样吧 我借上一个我的前同事给您 好 你信得过就行 我来看 nichts 我 你 杨并 第一 你 我 过 你 好 郭 好 好 卢老师 干什么狂狂张张的 这个 林佳英跟我说 当时耿星虎追他追得非常紧 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 这个协议 是耿星虎主动提出来的 这是一份入股协议 没错 根据这份协议 林佳英和耿星虎打算合开一家公司 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五千万 林佳英占百分之五的股份 也就是二百五十万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他对你有所隐瞒 你偏不信我 我也问他了 他跟我解释说他 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 是他自己都忘记了 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忘记了 那你有没有问过 他还忘记了什么 那些就先别管了 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 就非常非常有问题 您想想 五千万的注册资金 五千万 如果真的有这五千万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 林佳英这套房子呢 他的这套房子 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 对方起诉林佳英有证据 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 但是林佳英起诉对方诈骗 缺少证据 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 和真实姓名 有走账记录 还有他林佳英的签字 形式上是完备的 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 但是对方证据确凿 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 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 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 是完整的 他们是个团伙 他们何起伙来去骗林佳英 有人扮男朋友 有人扮投资人 他是弱智吗 他是受害者 他还不如是弱智呢 你在干什么 我这肩膀抽筋了 有点疼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你等我干什么 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 我告诉你 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 或者他精神有毛病 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 闻老师 这事真的不能怪他 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 怎么证明 将军 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 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 马上现在再去找林佳英 告诉他 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还有电话 微信 记录 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 包括耿星虎的 龙斌的 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 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 要相信你 不要难为情 每一条都要给你听 你也要听下去好吗 他说这是他的隐私怎么办 那就告诉他 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 我不相信的案子 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 不 怎么了 牙齿也不舒服 好笑吗 还有 记住 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我背后有眼 对 严格来说 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 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 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跟任晓年 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送给我的房子 现在分手了 我还得还给他 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 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 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 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 这不是变相支持 男人包养女人 对吧 沙女士 你先别生气 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 我马上给你处理诗涵 您先坐 我刚才呢 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 那这样 就按照你说的 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誉 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 有 行 那我们先不提青春损失费 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誉 赠誉呢 是不能随便撤销的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那您看 咱们那个代理协议 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 我如果觉得行 咱们就签 好嘞 给你的 独家配方 有事找我 你忙吗 还好 你说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是我姐的助理 但是她手头上 没有什么案件 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 自己忙不过来的 你可以给我来做 可以啊 那个球皮大一丢失的快递案 是不是快开庭了 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 好啊 你去找戴希说 好的 你开车 对 你开车 好了 我觉得 谢谢观看